受原规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花莲县全境连日笼罩在大范围高强度的显著于世 县长前往光复瑞穗和玉璃等地堪灾 并前往御国中收容所探视受灾民众 并表示全县共开设36处收容所 目前可以收治的人高达2652人 而目前收容的人数是336人 空间非常足够 收容所会准备好食物以及相关用品 请民众不用担心生活受到影响 体育馆内已经有许多民众拿起睡袋躺着休息 一旁还有小朋友在玩耍 这里是玉璃国中收容所 因为花莲已经下了三天的大雨 部分地区已经传出土石流 摊坊等灾情 花莲县长徐正伟则令各乡镇市灾害应变中心 针对辖内土石流 浅室流所有的保全户 进行强制性撤离疏散与收容安置 以确保民众的生命无余 减少人员曝露在风险当中 在山区因为这个降雨一直降下来 土石充满了水分 所以在月间或许还会有强降雨 所以屋里要拜托大家 为了每一个人的安全生命的保障 拜托大家安心的留在这里住一晚好不好 徐正伟前往玉璃国中收容所探视受灾民众并表示 全县共开设了36处的收容所 可以收容最高2656人 目前收容人数是336人 空间是非常足够 收容所会准备好食物以及相关用品 不用担心生活受到影响 晚上要移动我们很怕有危险 所以白天就请大家出来来到这里 那如果还有朋友在山上的 务必请他们一定要下来 或者到亲戚家去住好不好 依照目前气象情姿显示 花莲县仍有局部豪雨或是大豪雨发生机率 同时呼吁民众不要前往危险地区 配合防灾应变作为以确保自身安全为优先 将伤害降到最低 记者高双双玉璃卓西采访报道